謝楠 王磊的名字叫做青春再見 當然也會是我們今天為大家重磅推出的 這部大型明星青春紀錄片 偶類青春的主題曲 接下來呢我們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來到現場的各位來賓 我們首先歡迎 偶類青春節目的推廣大使 韓根 歡迎 我們歡迎保健公司 媒介採購物採購集團經理王磊 歡迎您 歡迎光線傳媒資訊營銷事業部總裁張航 歡迎光線傳媒資訊營銷事業部總裁張航 接下來這一位是百萬暢銷青春作家 我們的青春引路人劉彤 歡迎 再次歡迎 所有來到現場的各位嘉賓 那我想 說到青春絕對是最近最熱門的詞彙之一 而且接連的兩部電影是 我們中間失去的青春 還有中國合夥人的強烈攻勢之下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一定有不少人都在某一個時刻公開的 或者是偷摸的回顧了一把自己 充滿了歡笑和淚水的青春 那在這樣一股全民青春的風潮當中 光線傳媒對於青春的探索並沒有僅僅 只顧在電影這個領域 我們這一次可以說是開創性的 選擇了一種最具有製作難度 當然同時也是最有誠意的一個表達方式 就是紀錄片 我們希望用這樣的一個形式呢 來回望自己的青春 所以接下來我要請在座所有的朋友 跟我一起先通過一個短片 了解一下這次的大型明星青春紀錄片 偶雷青春到底做了哪些不一樣的嘗試 請看 偶雷出生的七十和八十五大 他們是當今社會的中間力量 他們的價值觀影響了整個社會 但他們正面對著青春的悄然逝去 這一代人對於青春的年懷 也演變成了整個社會 對青春發肆的熱潮 大批青春題材唯一作品 應運而生 書籍 話劇 電視劇 電影 但在紀錄片方面 青春題材仍是空白 隨著世界上的中國的大人 紀錄片迎來了他的全面復甦 作為電手中的公眾人物 明星更成為了實態的影響者 他們對自己青春的偷懷和評價 他們在青春中的獨到的詩詢 也傳載了他們群向的記憶 那些明星青春紀錄片 青春來了 青春事物 讓我分析的名義更快 然後 我也很難啊 我的片段的題目是 也要必須學會想像 在青春裡面 剛剛 最後的大人結束了 成分 應該是 成分 這文學 文學實在是來自不一樣 青春是夢 我們也升級其中 永不轉身 我以前呢 是有比較需要的學生嘛 那我 我也覺得 跳舞實在是 前景不太好 因為 我也沒有心 就是一輩子 學生吧 而且 想衝突也很難 大家來得好 非常感謝 大家能盡量 我們會有心靈的 我們會有心靈的 青春是熱血 銳激為鮮文 理想的幻影 非常地幸運 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不自由 會重養 有生病 好不關難 我們一起來 不念的 是無動重新上路的勇氣 從海南大學時期 默默東東 之後 我知道天難過 到現在的物業 他們說 周圍不是天才 周圍是地才 青春是無數次的選擇 與異選擇 我過去一直不覺得我是 愛我的職業 可是我差不多 我真的是用了十年 認識了我的職業 我愛我的職業 現在今天你確實相信 除了是我的生日 也是小小生命運 我大聲地告訴大家 讓我 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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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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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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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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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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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